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这一直切到这 淋巴癌开刀的痕迹 而且是一个那么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所以今天他们在咱们节目上 主要我觉得想谈谈 你说这个抑郁症 你曾经经历过很多次的自残 是怎么回事 自残就是说 有时候你觉得顶不住了 太想死了 我曾经就是由于 一方面叫自己不要当逃兵 因为死比活容易 就是在严重抑郁症病人来着 那于是呢 要活的时候 我曾经是就是死和生 在就是在我的那个神经脑海 这个地方就是顶住顶住的时候 我居然会晕倒 就是整个人就不行了 这里呢 想着说 不用开那个阳台的那个小门 那样跳 因为我都想好 一般抑郁症病人会想好怎么死 遗书都写好了 我遗书是早就写好了 03年就写好遗书了 然后我就会 一方面就告诉我 很简单 从哪个地方一跳下去 就只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那另一方面就告诉自己说 不能跳 因为这个你是有信仰的人 你跳了的话 就是让所有 跳下去尸体会很难看 而且万一摔不死更痛苦 会不会想这些问题 我都计算过 一定要十楼以上 我这些都算过很好 包括怎么死 我都经过严密的这种推断 这个真是叫说来话长 以后可以给你们 这是不是人类的这个 基因本能里有一种自毁的 有一种自毁的本能 自毁的本能 过山车就是模拟的死亡 摔一下子下来 一瞬间你感到是跳楼的那个快感 另外还有一个 他刚才说特对是什么呢 就是说人类自毁 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实在顶不住了 那于是呢 他的这个生物保护机制 他就会让你就是 选择另外一个 选择另外一个 其实那个更好 就实在顶不住了 对我个人来说更好 顶不住的是什么呢 顶不住的就是那种 就是想 我去年自残 我一直熬 因为人家说 人间四月天是最美好的天 那我每次都说 四月天就是杀人天 你在四月份 三月底四月初 会听到很多自杀的 这个 这种 这种案例 那我记得 我四月一号的时候 我就会很警惕 因为我曾经有一年 四月一号 晚上半夜站的那个 就是雨中 就想往下跳嘛 然后就还心想 要警惕 今天是多少号 一想 四月一号 赶紧下来吧 张国荣就是四月一号 对 而且你那时候看呢 下面的圆 下面的那个 那个大大的那种 井盖的那种东西 包括树那个窑啊 都是快乐的 都是说下来吧 下来吧 啊啊啊啊 你高兴啊 下来吧那样子的 它是头脑里有幻觉吗 就是会幻视幻听 对 会吗 会 而且包括那个 就是走到小池塘边 就是你会看到 另外的景 就是那种 比如说是池塘边 它就会绿色的波呀 一下起来了 像音乐的那个水波似的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 有两三个人的那种 那种剪影 会像跳舞一样的 叫你下来呀下来呀 那我觉得是 大脑里的化学物质 有化学物质的改变 一定是有化学物质 这就是做文学的好处了 文学在这个世界上啊 它赚不了钱 它管不了政治 它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但文学有个最大的好处 一个人经历的任何灾难 在别的行业就是灾难 在文学 灾难就是财富 你看所有他经历 这些不幸的经历 他后来你都写成作品了 那个作品又 有些没法写 有些没法写 我只能写 我最多最多写十分之一 我那个 我写那个旷野写 才写十分之一呢 我就完了 我完了以后 那个 出版社不让写了 不是 他自己受不了了 我 我就疯了嘛 我就 我这一个呢 是 就是 我总出现幻觉 就是 我不敢看我那个电脑 而且我总觉得那个 我哪怕在香港半岛酒店 喝着下午茶 我就觉得我能看到我那个电脑上 爱因斯坦的那个头在动 然后在那里嘲笑我说 你不敢那个继续吗 这个 所以 你看 崔永元平常说话 也挺幽默的人 他自己 也曾经开玩笑 说这个 得忧郁症也有好处 好多 说明我是天才 这 是不是这个抑郁症的人 他也有一种 有益于 特别比别人更敏感 或者说是 有一种通感的能力 你 抑郁 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抑郁到了一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 曾经 旷野里头写了很多 噩梦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 曾经 乔良 乔良还是空军出生 他就讲 他说他看了这些梦境的东西 他觉得就是正常人的思维 就是你编造都编造不出来 因为他是 无限接近潜意识的 他是 就是 抑郁症严重的病人 他到了那种 你平时自控能力很强 那然后到了那种 就是 就是哪怕睡一丁点的时候 这时候恶梦出现了 那是你死死关注在里头的那个 那种恐惧的东西 他这时候爬出来了 就会 就会去联想 中国现在抑郁症的人有多少 有没有这个 当年南方日报的记者 就是为了就是做我的访谈的时候 专门去问钟南三 然后钟南三说 他他是医学会的什么会长 他说不知道官方的数字 但是我认为 你看全球的平均的是百分之十点六 十点四 那那个印度的十六点几 你是讲的是广义的精神病的 不是 他说的是抑郁症的 还不是 精神障碍的 那才恐怖那个数字 但是看心理医生有没有用呢 没有用 咱先不推那个 我要接一下你们那个话题 我很有感受 你们那天谈刮农 刮农 而且不是谈了最近一些暴力事件吗 就秤砣砸死的那个 我很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其实他抑郁症他是两条 有一些人 他往往他犯事以后 常常他的同事 他的家人都说 这个人原来多么好 多么老实 多么怎么怎么的 实际上他是这样子的 抑郁症病人 他就是两种 他往往抑郁症病人 他还挺好的 他属于那种老实的人 就不太坑 不愿意这个显摆出来 那他往往就是难的 他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发作的时候 他是无意识的 他失控 当然中国也有很多 他是确实是没有公德心 没有良心 没有什么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 就是人们说 多少年都是好孩子好人 为什么干这个事 实际上他就是 有遗传方面的这种压抑 比如说我说中国人的 那个精神基因 他像一棵树 你看这百年来 战乱人祸 就砍砍砍 他就砍得你没法服源 那就是咱们父母这一代 就已经差一些了 再到咱们这一代 又差一些了 都来不及服源 那再到我们的 下一代的时候 他们总说 哎呦 现在小孩 一顶点就顶不住了 那么脆弱 但他的精神基因脆弱呀 那他这个就聊得深了 他就是说 这个基因里头 会记录这个伤痕 会记录 你的祖祖辈辈 这是所谓前世 是吧 你的祖先 曾经受到过 什么样的巨大的创伤 会在基因段上 留痕迹 然后会在你的基因上 表现出来 对 哇 这就深了 这得去广告 这得去广告 墙墙三线行广告 最后见 而且那个国外的新闻 日本安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修宪 企图恢复战争权力 二战后 日本奉行和平宪法承诺放弃战争 但近年却不断扩充军备 军费开支 居全球第六位 军事实力 名列亚洲前茅 日本加快重新武装追求战争权力 美化侵略历史 究竟出于什么战略意图 是否将再次走上军国主义老路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红花廊 环旅大战略 星期日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无极之水 会圆酒精黄 年份软江 五井贡酒 通过你那个 这种生物疤痕就是在你每一代的基因里头流传下来 这种生物疤痕它会就是随着你每一代你的境遇不同 它就会爆发出来 大致抱着生物疤痕隔了几代就变成网上的暴力语言 这个是比较理性的一个梳理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不知道 你不知道 它已经传到你的身体 对 而且它暴力 它的这种压抑积累到一段时间 它必是两个阶段 所以人们常常就说 为什么现在的人自杀的也多 力气特别重 然后又这么容易就失控 它实际上就是已经积累的不得了 我就说我自己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 徐子冬知道我其实是一个还算比较 就是循规蹈矩的这种不算很疯狂的这种人 但是我如果有时候我坐在公共汽车上 或者是有时候我一到那个就是办事的地方人很多的时候 我脑子里头就嗡的一下子就会去失控 就有点想跳在那些办事人的那些桌子上啊 使劲剁 使劲剁他的那个台子 塞车太厉害的时候 有时候会幻想自己开一个坦克压过去 这是很暴力的 就很很很谴责自己啊 就算你开个坦克你也不能压过去啊 但是你有时候就是狂躁起来的时候 你就想 他就会 对那时候你就失控了 暴力清晰 包括他们说那个春节那些民工们 说是对 到了那个车厢里头就怎么怎么样了 他实际上他跟他生物疤痕的那个东西一下接通了 所以说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潜在的可能有精神病的可能性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抑郁症的问题呢是维稳的问题了 对 哎呀 许总 我觉得你说到根上了 说到根上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 就说说哎呀那个成语怎么讲的 哎呀反正是有老师在这里 是说什么什么有个人建了屋子 那个厨房不好 比如说我就去提醒你说哎 你的那个厨房没弄好容易那个稻草容易着火 那你就没理我 那然后呢就真的着火了 比如说许子中你就去救火 救了以后呢就烧的这个这个到处都是什么 然后你就请吃饭的时候就是许子中去坐上兵 然后我提醒过你的呢就是 就是觉得是 你看 就是你乌鸦嘴吧 你乱说吧 救火的是英雄 但是提醒你的人就是疯子 现在咱们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东西啊 其实不管是你维闻也好 不管你是 包括为什么这些贪官那么多都止不住 其实他们也是心病 对 他没有安全感 他只要看的钱他就安全了 你现在知道每一个每一次贪官自杀呀 大家都在猜测是畏罪自杀 或者怕牵连谁等等 其实的确有一个原因 有可能是抑郁症 对 当然他当贪官呢 很容易得抑郁症啊 这个东西不安全感太强了 他的不安全感很强 我还是有个偏见 我总觉得得抑郁症是一个蛮奢侈的事情 不必有愁饭碗 有工作 好像太太的抑郁症都特别 男人很少有资格说自己的抑郁症的 我除了崔永元一个例子以外 通常男的人会说你男子汉你有问题 你得放在心里 那个张朝阳有没有 任正非有没有 所以说伤痛并不见得都是可以可见可处的 他你像我刚才听他说呀 伤痛规定都有 我有点能够明白 就好像是你你整天生活在一种什么的 就是这个死亡本能啊 就排山倒海一样来 你的这个所谓这个理智啊 简直就是有点抵挡不住 但是你还拼命的就抵挡着 而且他会失控 我去年是从4月1号开始 我就觉得要很小心谨慎 我什么疗法都用上了 用上了以后呢 终于维持到4月30号 接着上午我还读经祷告 然后呢就是对自己很满意 心想我今年没有自残 我今年看来要过去了 结果到了中午 到了大概两点多钟就疯了 就不行了 不行了就到处找他把刀 到处去把那些 观众请勿模仿 观众请勿模仿 全人表演 观众请勿模仿 对 好像就是有一个灵 就是要杀了李兰尼 然后他流了血了 以后呢 因为血是一切生命的 就是一切活物的生命嘛 他有种象征意义吧 但是怎么象征我就不懂 这是许子东你 你的是这个解说的东西了 但是呢 我发过发现过好几次 就是我拿的那个针筒 会在那个白子里头画 会无意思的画 那时候都疯了 然后弄完了以后 就是就是流了满地了以后 好 我不知道好什么 但是去年我懂了 我懂求救 我就给那个李梅打电话 就是那摄影机 那个那个大腕 是我的那个闺蜜 因为他懂得这个 就是自闭症的这个救法 我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会拼命地喊 来你呀 来你呀 坚持住 其实我自己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所以这就是我就想问你 就是你照你刚才说 实际上咱们说句不好听的 你在未来仍然存在着有自残到自杀的可能性 既然你非常清楚 你现在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这个不会出现了 没有可能保证 前段时期那个乔梁还用激将法 说李兰尼 他曾经说过 他说李兰尼 他说你如果真死了 那你就会让人们太失望了 因为你都出来讲过方法 你不是号称还能抑郁症吗 然后后来我就跟乔梁说 我说我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还癌症那么重 你听你好像抑郁症比癌症更严重 你对你的压力更大一样 不是因为癌症吧 我已经就是我都开过三刀了 而且我癌症开来开去 我随时可以再去开两刀 我现在不去体检了 每次体检人家还贺负责任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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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你抑郁症也有影响吧 使你觉得你的身体本身已经非常坏非常坏 但是问题是对抑郁症病人来说 死于癌症比死于抑郁症要好 为什么 好听一点 他改变了我一个偏见 我过去老认为 这个人得了精神病 身体就不会有病 就是说你看到疯子身体往往都挺壮实 但是你看他又是淋巴癌 又是这么严重的抑郁症 你怎么叫癌症活得还挺精神的呢 我不是刷粉了吗 我刷粉了 你现在就是算癌症彻底能好了吗 没好 我都说了 我为什么不提起 我随时我本来啊 为什么说我多待了两三天 一个呢确实是觉得 和徐志东还有和你一起 我们对话话挺好的 另外我本来星期一要去 北京肿瘤医院看特诊 就是不好 就是很不好 说到底啊 说到底啊 我觉得李兰尼还是很坚强的一个人 对啊 我要到他那个程度 我找完了 他还是挺健身 他还能说 他通过诉说来治疗他的病 但我 这就叫作家 你知道作吗 你知道吧 你就是作家主席啊 作家委员会主席啊 所以现在诉说对你是一个拯救 还救不了 我曾经就是 总比低血要好 另外我就觉得好 要问徐志东了 因为我就不太懂 效果好 你还帮助别人吗 我那个 我后来我才发现 我每次自残完了以后 那个血啊 我会画一个鬼脸一样的 笑的 但是你的自残 不可以自恋 你不是 你说的这个 我这个 小孩的时候 我出现过 但是大了 我不会这样做 比如说我上小学的时候 有这种倾向 就自己啊 有意的划破了手指头 他滴出血了 然后拿这个血画一个 画一个人脸 那小孩觉得这样很 过瘾 但是你看我长大了 没有这个行为 我是就是恨不得 我就是曾经 我用瑞士这个军刀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试探呢 我就是在看 怎么样子是一刀毙命 就是因为这里的这个是 大的那个动脉 还是静脉血管嘛 然后有一种 因为它好几种刀 我真是试过 它有一些 稍微划一下马上 你读过鲁兴文学院嘛 我也到那里讲过嘛 记得鲁兴描写阿Q怎么说的 它是这样想象的 手拿着这个刀 这个手是李莱尼的 这个脖子 是你所恨的一个人的 划吧 这阿Q不就这样吗 所以 我还要请教你 不能这样 我还要请教你 我还总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两个灵 总在会跟我 那个说话似的 一个呢会站在 总是在我的右眉的 那个这个地方 会很鄙视李莱尼 就是像另外一个李莱尼 就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还不死 你就是要看着你 赶紧完蛋 那但是另外呢 就是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 意思就是说 你得坚持着坚持着 你这个生物疤痕 哪里来呢 就小学作文来的 我们小学作文都会说 减少一毛钱嘛 然后到处两个小孩嘛 一个小孩说 应该交给班长 交给别人嘛 另外小孩说 拿来自己买画面 挺好的嘛 我们写作文不都这样写的吗 生物疤痕 所以呢 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好 是吧 什么嘉宾都在这这个说了 今天展示了一个精神病者的 这个精神世界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 第一 不要歧视精神病患者 第二呢 要记住 人的一生中或早或晚 你都会遭遇抑郁症 但是呢 发现的早 其实可以预防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一位精神病 做我们的老师啊 你没准就救了很多人 咱们去下广告再说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叙利亚有着怎样激荡的历史与复杂的国情 法国的委任统治对叙利亚产生怎样的影响 阿萨德家族对内实行怎样的铁腕统治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英刚 阐述叙利亚激荡历史与复杂国情 世纪大讲堂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觉得啊 这个癌症加上抑郁症 那你是怎么样请到今天 我觉得朋友朋友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就觉得朋友们很包容我 所以我这次写那个我因私爱成病啊 其实我旷野的时候 其实我写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 因为我在深圳这种城市 真的受尽了很多就是 事态炎凉的东西和急剧变化中 这个城市就是说一个人和这个城市 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 你也不知道该信任谁 于是就有很多的东西压在这 那后来呢 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我居然我觉得我走出来了 我会把那种就是很冷的那一面放下来了 我会很关注就是正能量 给我积极能量的那个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契机 就是大运会的时候 居然就是我是那个奥运会的深圳站的那个火炬手嘛 我看你们刘长乐也是 你们跑坏了跑到海里去 所以很好玩 你看刘长乐王石 还有我前面一棒是那个世界网球的那个少年 14岁 这个前面一棒 后面一棒是中国男女男的什么队长 然后呢 他们通知我去跑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可笑 我们单位的人呢 都以为弄错了 说他是个病人呢 他怎么能跑啊 我也觉得很可笑 但是最后等我跑的时候 尤其是你们凤凰那时候 三回找我 说火炬手要要说一说 然后我说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 其实可能我是代表一种希望 因为我不能够在旷野里头 等着人家来救我 我可能应该把就是朋友们 社会给我的正能量化成一种火炬那样的东西 哪怕是根火柴 我举着出来 跑出来 奥运精神救了命 总而言之嘛 这个新版狂人日记啊 说明狂人有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最后也找到了一个东西啊 叫使命感 你说的这个就是 看来一种使命感对人的精神是有一个稳定的支柱的作用 就是你找到一个合理性 找到一个理由 对 比如说上帝让我受如许折磨 对 也许是为了让我把他写出来 你就算找到了一个理由 好了 狂人日记的使命感 就是救救了 哎呀 就是我也是想这么说 对 对 所以徐子东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今天也是给我们做分享啊 是吧 能让我们了解到 接着为您播出 我来说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现在太多了